谢谢 刚刚飞飞讲喜欢蒋文丽老师 你觉得蒋文丽老师有哪些特点 她一般展现在屏幕上都是很唯美的 我看她演的电影《立春》 她就不惜牺牲自己的美貌 然后长胖了几十斤 然后那个牙是突破很大 她那个 每当春天赖命的时候 饿得心就蠢蠢欲动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看到她另外一面 那你同样也是作为演员 如果有一天有的影视剧作品 希望你可以牺牲一下 也增肥 也爆芽 也半丑 你愿意吗 这么美的女孩 我愿意 因为她跨度挺大的 演起来挺刺激的 就是也是一个挑战 来 吴西江跟我们谈一谈 你的偶像是谁 我呢 可能跟他们不一样 我在每个时期我可能会变 小时候我喜欢警察 后来呢 再大了一会儿呢 就喜欢超人 超人啊 超人啊 喜欢超人 下午一大头 我小的时候喜欢警察 大了以后喜欢小偷 怎么了 光光 喜欢超人呢 说完了 为什么 超人不戴绿帽子 不知道 超人有时候不是穿裤头吗 我今天这个裤头 我洗了吗 今天 没晾干 走啊 走啊 但是我呢 你继续讲 他那还没晾干呢 那就再晾会儿了 其实到了后期之后呢 学了表演之后呢 比较崇拜自己的表演启蒙老师 但是有一个一直是横并不变的 就是这个著名的演员周润发 发哥 哎呦 周润发 有特点 你喜欢发哥哪一点 希望他离我近一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知道好 他跟哪一个角色 或者哪一个动作 你觉得最帅气 好多吧 可能我觉得这个 呃 我想模仿模仿试试 但不一定会能够 模仿到这种精神吧 试一下试一下 他是那种这个这个 转身吧 啊 转身 要变脸的啊 来 三 二 一 啊 哎哎 呼气 他这个他这个不是发哥 对 还是吕布 哈哈哈哈 还是看见美女洗澡了 是不是 这个不叫他了 哈哈哈哈 其实秀光辉老师印象很大 哈哈哈哈